OK 各位大家好 我是不滅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要來做Bandrin第四屆測驗的詳解 說實在的這個表單 我花了七個小時製作 那一共和前面三屆一樣是四五題的單選 然後五題的多選 那雖然題數有一些不同 但是都一樣是有兩個部分 單選和多選嘛 而有一些題目是我很早就想好了 只是一直沒有時間打 那趁著這個禮拜四在自習的時候 剛好有時間 所以就想說來讓各位幫幫玩家來玩一下 當休閒娛樂 那比較讓我驚訝的是 第一點是 我沒有想到製作層表單會有那麼多人來挑戰 那目前收到了103則的回應 也就是已經有103人來挑戰這個測驗 那這跟我前三屆的影片差了蠻多的 因為前三屆的測驗就是 題目都在影片裡面 然後詳解也是附在影片的後面 我沒有辦法收到每一則 每一個人的作答情形 我只能請他們多多回覆 然後留言自己的成績 那我覺得這樣子回收率有一點 效率有點慢 所以 在第四屆的時候 我試著學習做表單 那想說試看看這個效果 沒想到效果這麼好 那以後BENGEN測驗我都用表單來做好了 那第二點讓我比較驚訝的是 就是 我沒有想到 平均還有中位數會這麼的低 那一開始我出題目的時候 出完我大概預測分數會落在 50到60啦 就是平均啦 因為我自己也知道自己出蠻難的 尤其是後面的多選題 後面的多選真的是有一點不好意思 因為後面的多選 我本來想說應該可以部分給分 所以我就多選可以出難一點 然後後來才發現 欸這個Google表單沒有辦法調分 那我自己又不想要用手皮桿 所以後來就 硬著頭皮打上去了 對 沒關係啦 那我看了這個表單的測驗目前中位數是40分 然後一般是39.37分 這個39.37分也是平均 那真的是 讓我有點驚訝 我看了完整的總分分佈 然後我才知道 喔 自己的題目好像真的出的有點難 就是總分70分以上的 103個人裡面只有3個人 然後其中一個 還是我自己的測試帳號 就是 就是 我那個時候登記去想說 確認一下表單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做表單 然後有想說不能拿太高 所以就 故意錯了一兩題 所以就拿了80分 對 就是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個助打者的人數 有一個是80分的 至於另外兩個人 我真的 很佩服你們 就是 這麼難的題目 你們還可以拿那麼高分 其中一個85分 另外一個是95分 那我們端看這些題目的答對率 真的是 相當的慘烈 我這裡收集到的 經常答錯的問題呢 比如說問題6 問題9 問題10 11 13 14 15 然後甚至是後面的多選題 後面的多選題 16到20題 全部都是一錯的題目 基本上答對率都低於8% 所以說我1到20題都會講解 對 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我們趕快來講解一下 希望各位在看完以後可以學到Bangin的小知識 好的 我們現在進到了Bangin第四屆測驗 你覺得你是個少月專業玩家嗎? 如果是的話 歡迎你來挑戰本測驗 那這裡貼心小提醒一下 如果我在座的你是還沒做過測驗的人 那麼我建議你先去做測驗再觀看本支影片 這樣在我之後的題目講解中 你才能更有參與感 更加的感同身受 讓我們看到第一題 下圖的角色為何? 相信這一題對於大部分的玩家作答起來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錯 看圖片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叫做Yamabuki Saya 那這其實也是我的出題方式 前面的題目我往往會出的比較基本簡單 但越到後面的題目就會開始越出越難 OK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題 選出Aftergoo的原創歌曲 那首先Rauder Rauder是Rosevia的原創曲 再來是Tsunaku Solamuyo 那這個是Aftergoo的原創歌曲 那再來是Sharknetsu Bonfire 這個是Razer Zealand的原創歌曲 再來是Himiga Inakja 這個是Hello Happy World的原創歌曲 所以大家應該選2號 我們看到第三題 在動畫第二季第五集中 Shisato一開始玩具演奏 Yura Yura Rindong Dance的理由 我們直接看到選項 第一個是剛好有演戲的行程 第二個是認為歌詞還有音修改之處 第三個是認為自己沒有練到完美 第四個是當時身體過於疲憊 我相信這一題對於看過動畫的人來說應該是不難選擇的 答案就是認為自己沒有練到完美 Yura Rindong Dance這首歌 和其他Passpa類歌曲最大不同之處 便是在於Shisato要和Aia一起合唱 Shisato因為如此 所以便覺得自己沒有練到完美 所以會去錄音室練習自己的Beats 還有自己的聲音 那同時也告訴剛好在那裡打工的Otai 希望她不要把這件事情告訴她的其他團員 第四題小玲和Hagumi同班 若接待校內且沒有任何學生跨校的情形 則小玲最不可能經歷什麼 沒有任何學生跨校的情形這一句話非常重要 因為這代表著就讀其他學校的學生 不會跨校到小玲所屬的學校 這一題講求的是班級還有學校的所屬關係 我們先來看到Hagumi Hagumi是花孝川的學生 那麼有了這樣的資訊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選項 第一個看到同班的Kasumi和Limi在聊天 Hagumi和Kasumi在高一的時候是同班 所以小玲是有可能經歷到這件事 第二個選項 早上進校時打開自己的包包給學姐Hikawa Sayo檢查 Hikawa Sayo在高三的時候是公計委員 因此小玲的確是非常有可能經歷這件事 因為Sayo也是就讀花孝川的學生 再來第三個選項 下午下課散步時看到奇人 Cocoro從教室三樓跳下 Cocoro一樣就讀花孝川 所以小玲確實是有可能經歷到這件事 第四個選項 到學校頂樓發現 Mitakelan在作詞 Mitakelan他不屬於花孝川的學生 他屬於羽秋的 所以小玲是不可能經歷這件事的 因為學校不一樣 所以答案是選第四個 OK再來是第五題 第五題答對率很高 所以我們就直接快速帶過 那生幽我就直接照中文練 下列合著角色和生幽配對正確 第一個 Hasumi Hasumi的生幽是艾梅 所以不能選 第二個選項 艾雅 艾雅的生幽是千島雅梅 所以也不能選 第三個選項 Toko Toko的生幽是值天雞奶 所以這是正確答案 在Mocha Mocha的生幽是三則殺千香 所以不能選 第六題 活動劇情全員集合New Year Party中 大家有看Hina表演的節目是 這一題我特別加了彈吉他的選項 我想看看有多少人會被騙到 結果七成的人都選了彈吉他這個選項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在全員集合New Year Party第三話中 Mocha表演完拆麵包後 Hina便信匆匆的拉著沙遊上台表演 而他要表演的節目便是 沙遊和Hina小時候常常在玩的抽桌金 他們非常的有默契 而實際上在表演的時候也是如此 他們兩個人非常有默契的抽了兩個桌金 成功的完成了這一次的演出 那這一題的答對率非常的低 只有16%的人答對 話說沙遊 你不是說你只剩下吉他了嗎 OK再來第七題 選出 Emaelisa討厭的東西 那這一題呢 其實在Emaelisa的 個人資訊中就有 喜歡的食物 還有討厭的食物 那 前面兩個選項 觸辦涼餐和竹前竹 都是他喜歡的東西 綠色奶昔 是他討厭的東西 這個要去看字界 字界有寫 那在毛1 毛1是我自己亂加進去的 所以答案是第三個選項 那這一題答對率是63% OK我們再來看到第八題 存在於以感情為優先前方的是自民得意和自我滿足 這句話的相關描述何者正確 我們先來看到題目這一句話 那這一句話的原話是出自於 Mofonica月團故事第二章的第七話 當時雅修綠要退團 其他團員問說為什麼要退團 雅修綠說沒有任何的理由 他只是找到了以感情為優先前方的答案 那就是自民得意和自我滿足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看到選項了 第一個選項 原話出自於Hiromachina Nami 錯是雅修綠 再來第二個選項是 和雅修綠的退團決定有關 那這一題是對的要選 再來第三個選項 這句話是在批評Kurata Mashiro的處事作為 那在後來M團二章的故事劇情 Hiromachina Nami和雅修綠在正面對峙 然後Hiromachina Nami就說 這一句話看似是在說我們 但其實是在說雅修綠自己 那雅修綠自己也沒有否認 其實這句話正是在批評雅修綠自己 他認為自己的行為是自民得意和自我滿足 所以他決定不以感情做選擇 那這個可以去看相關的故事劇情 M團二章 再來第四個選項 和Kirikai Toko 針對借錢問題的爭吵導致此句話脫口而出 其實雅修綠根本不在意借錢的問題 那反倒是Toko非常的在意 OK再來我們看到第九題 小明看到一個樂團故事的標題 個人工作開始增加了帕斯帕類團員們被告知要停止活動 思索者關於各自夢想的艾亞他們所得出的答案是 選出有關此樂團故事的圖片 那這個標題其實是在帕斯帕類樂團故事二章的標題 那如果你不知道其實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從文字上幾點推斷出來 第一個是個人工作開始增加 再來說是被告知要停止活動 那帕斯帕類樂團故事二章的主軸其實就是 帕斯帕類面臨單飛的時候 各個團員對於夢想的抉擇這樣子 所以說 選出有關此樂團故事的圖片 我們可以根據文字的推斷 我們可以推出說這是 我們要選出一張帕斯帕類樂團故事二章的圖片 所以我們來看選項 選項一和選項二都是帕斯帕類樂團故事三章的圖片 其中選項二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他們的後備樂團 要演唱帕斯帕類的歌曲的時候 七殺頭感性爆棚 然後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他說我們帕斯帕類才不是 才不是VVCAN的電腳石這樣子 那選項三是帕斯帕類樂團故事二章的圖片可以選 選項四是樂團故事一章所以不能選 那這一題的答對率是27.3% 那我覺得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看不懂這個題目是在問什麼 所以答對率才那麼低 OK 我們看到下一題 下圖為HIMA-LI高空彈跳的圖片 有關此圖相關劇情的描述何者錯誤 那我們看到這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在哪裡可以找到呢? 就是HARUKA-PIKO-FEVER 第七話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再來看到選項 第一個選項 是為了贏過Kirikaya-TOKO而做出的行為 那這是正確的 因為當時他們在SNS正在比愛心術 那再來第二個選項 此行為的發想來源 為看到AIA被蟲子嚇到了貼文 那這個選項是錯的 不是AIA 是Kirikaya-TOKO 那再來我們看到第三個選項 此高通彈跳的貼文 有超過4000個愛心術 有 那這個要去影片找 第四個 和此照片同一集的動畫內 瑪莉埃雅到山裡出外景的貼文 愛心術只有個位數 那這一個選項是對的 他的愛心術只有8個 那麼這一題的答對率是 33% 好 OK我們再來看到第11題 下圖為某角色卡面 有關卡面的敘述何則錯誤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張圖片其實就是 Hagumi和Happy恐龍蛋的活動劇情 那當時Hagumi帶著恐龍蛋技巧員 然後找到風紀委員沙友的搜查 然後Hagumi就和沙友站在爭論說 就是為什麼我的恐龍蛋不能帶進去 但是沙友你的吉他就可以帶進來 那 Nisaki即時捂住了Hagumi的嘴巴 然後趕快走 OK那知道這些補充之後 再來可以看選項 第一個選項 卡面名稱為動盧脫兔奧澤美笑 那這個選項其實是正確的 台版是這樣翻的 再來第二個選項 卡面圖案為特訓前 這也是對的 特訓後的卡面長這樣 那再來第三個選項 卡面劇情描述Misagi為了安慰Hagumi 而做了三角龍的羊毛磚 這個在卡面劇情羞色的禮物中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選項也是對的不能選 第四個選項 卡面Scale和Bed以上 評價轉換成Perfect有關 那這張卡面其實它的能力是 Life回復還有分數增加 所以和評價轉換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第四個選項是錯的 所以我們要選第四個選項 那這一題答對率31% 第12題它是一篇短文 這個短文是我自己編的 所以它沒有出處 Bedream 5週年企劃出現 釋出了17張Bed Light Read的圖片 預告了6週年的大改版 其中包含了3G打歌模式 與Stavio AI合作 以及最令人既期待又有些不成的角色成長 這也意味著到了明年 部分角色將從高中畢業 請問根據上門到6週年時 哪個角色不會從高中畢業 所以這個題目很明顯就是要選 不是高中三年級生的角色 那麼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選項 Lair Lair是高中二年級生 所以是正確答案 其他的選項都是高中三年級生 第13題乘上題 有關Bed Light Read的圖片描述合得正確 這一題主要考的是 對於Bed Light Read這17張圖片的理解程度 第一個選項編號1的圖片是Review Review是Casumi和其他圖片在一起的照片 而這一張圖片為編號17 同時也是Bed Light Read的最後一張圖片 第二個選項 有關艾亞和其殺手四星會競選的圖片為WeChange 這個選項也是錯的 圖片的名字為WeEfford WeChange是Hina和Saya在一起的照片 編號為16 第三個選項 這七張圖片中並沒有魔法尼卡樂團劇情的相關圖片 這個也是錯的 事實上在編號6 WeComfort 中 Mashiro和Sukushi在核體散布的照片 剛好結合了魔法尼卡樂團故事2章的劇情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第四個選項 除去Review的其他圖片所有角色 七團內的角色簡會出現一次 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同時也是代表Bed Light Read的巧妙之處 他讓所有角色在16張圖片中全部都出現一次 並且擁有完整的對話 第17張圖片為全員大合照 也就是每個團體的組創大合照 所以並不算在內 第14集這一集非常的經典 因為從第一屆到第四屆測驗 每一屆我都一定會出這種提醒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1. 吉瑪里收到Aftergoo核買的昂貴友情巧克力感動如雷 2. 伊萨基因為和父母吵架而藉助卡烏魯的家 3. 哈斯帕雷在西洋古堡為主題的豪華飯店喬善解移民遊戲 4. 卡農和艾亞主辦想花 題目要你依照活動劇情推出的時間 將四段劇情有限制後排序 首先 在解這一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要先判斷這四段劇情分別為哪一些活動劇情 1. Aftergoo核買的昂貴友情巧克力 這一個文字敘述我們可以推斷說 這應該是第68期的活動 這個巧克力是為誰準備 2. 伊萨基和父母吵架 這一段文字內容我們可以推斷說 應該是第67期的活動劇情 虛幻之夜的夢 第三 我們透過西洋古堡 豪華飯店 解謎遊戲 這三點我們可以推斷出 這個活動劇情應該是第56期 Trip or Escape 再來第四 卡農和艾亞主辦想花這個非常的直觀 應該是第二季的第74期活動劇情 想花 for blooming 所以我們依照這四段劇情有限制後 排序的話就是 三 二 一 四 OK所以答案就是第四個選項 第一題的答對率非常的低 只有19.2%的人答對 再來是第15題 這是單選題的提王 題目問出最容易見到消之明星的季節 相信很多人看到這一題會直接傻眼然後單選亂猜 實際上 在台版剛過的活動劇情 教教我 Tina講老師中 第四話 Tina有提到 消之明星最閃耀的季節 就在冬天 所以答案我們就選冬天 喔順帶一題 Hagumi Hagumi在最後一話說 感謝Hina老師的教導 因為有關消之明星的這一題 他答對了 所以 不要再嘲笑Hagumi的成績不好了 他起碼答對了消之明星 這一題的答對率12% OK再來我們見到殘忍不忍睹的多選題 第16題 題目問說選出角色和星座黑隊正確的選項 第一個是出谷魔蟹座 第二個是摩泰射手座 第三個是出谷系巫女座 第四個是西沙頭魔羊座 第五個是阿口巨蟹座 那這一個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技巧 就真的是用背了 答案是全隊 那這一題其實 我自己也是查他們五個人的個人資料 然後才做出這一題的 如果實際上我 我考慮到這一題的話 我自己也是答不出來的 這個 這一題的過達總數是92 然後全隊的次數只有64 所以 如果你是答對的人的話 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你們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辦法答對這一題 OK 再來我們看到第17題 汪汪準備開始玩Live 以下是他被遮掉一部分的截圖 請依照此圖推測選出正確的敘述 從這一張圖片 它上面有寫說 組曲用樂團綜合力 所以我們知道 這是一個組曲Live 然後三首不同的歌曲 下方還有一個按鍵 叫做全自動選曲 因為這個按鍵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組曲Live 是自由組曲 那剛好第一個選項 他就會問說 這是自由組曲 所以我們要選 第一個選項 這是正確的 第二個選項 若第一首失敗 Live降至0 則會浪費以消耗的Live Boost 實際上 如果你組曲Live第一首失敗的話 那他會直接返還你消耗的Live Boost 所以 這個不能選 第三個選項 若第一首成功 則不能剩於Live多少 再打第二首歌曲前 Live會回復至1000 這裡我們要講一下 組曲Live的規定 如果你今天第一首成功 然後體力大於500的話 那麼你在打第二首歌曲前 Live就不會回復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在第一首成功 然後剩餘的Live 低於500的話 那在打第二首歌曲前 Live 便會幫你自動回復至500 所以第三個選項 不能選 再來第四個選項 他說第一首成功 不論剩餘Live多少 再打第二首歌曲前 Live都不會回復 這當然也不能選 第五個選項 劇片中的三首歌曲 有一首歌曲 在樂團分類上為其他的歌曲 這一個選項是對的 哪一首歌曲呢 就是第三首歌 這首歌曲 是Alissa的 配人特色曲 也就是我們幫幫粉 俗稱的秋媽媽 她的分類是屬於其他 這一題 作答總數是98 然後答對的次數是17 這是多選題目前答對率最高的題目 第18題 下圖為某歌曲的MV畫面 選出有關此歌曲敘述的錯誤選項 那在此我想要說一句就是 真的就是在答題之前 要先看清楚題目在問什麼 我發現好像很多人把 有關此歌曲敘述的錯誤選項 看成正確的選項 所以答案就寫版了 比如說答案是BZ 然後她就選到A租1 那我個人是覺得蠻遺憾的 就是因為很多人說自己的多選全錯 那如果你第18題能夠對的話 那你就能拉到5分 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正題了 我們看到這張圖片 我們可以抽一段 這個MV畫面是Super Record 那麼 Super Record同時也是Rodidia 因為傳故事三張的搭配歌曲 好我們接下來可以看選項了 第一個選項 此歌曲因為Nail is bad 這是錯的 是Super Record 而不是Nail is bad 第二個選項 歌曲Expert的等級為25 對 OK 我們看到第三個選項 根據畫面推動所知 此歌曲MV已接近為生 MV顯示Yukina歸隊之後 5個人一同仰望 早已高掛於天空中的去日 Rocedia的MV就在這樣的氛圍下結束了 因此這個選項 是對的不能選 第四個選項 為Locedia和業界簽約後的第一首歌曲 實際上在Locedia演奏完Super Record之後 琴海的上司看到了Locedia的表演 深受其表演打動 因此邀請了Locedia與之交談 然後最後他們簽約 Locedia正式進入了商業世界 所以Super Record這首歌曲 其實是和業界簽約前的最後一首歌曲 這個選項是錯的 可以選 第五個選項 現行歌詞由Yukina獨立完成 這個選項是錯的 實際上Yukina在製作歌詞的時候 有找Emilisa討論 歌詞要怎麼寫 然後Emilisa也有給出建議說 歌詞 Super Record的歌詞要怎麼改 所以說 現行的歌詞其實是由Yukina 還有Emilisa協力完成的 這個選項也是錯的 所以要選 作答總數 這一題是99 而答對次數只有4次 OK 第十九題你需要有一點國籍推移 然後還要有一點 對Ben俊角色 每個人物都有相當的認知 你才可以解得出來這一題 題目是說 藍藍之浪的Ben俊角色開明 已經知道這個人物的特徵 是身高大於160 除了參照第二季的個人資料 請人物獻出在其他團內 請問只要在給出哪個條件 就可以確定其角色身份 那這個160我後面忘記加DM 那我相信 玩家應該知道 我在說什麼 所以應該 是算得出來的 所以這一題我就不送分 那麼 要解這一題的話 你必須要先把身高大於160的人物 列出來 然後 符合這個特徵的人物 一共有10個 分別為 Tai Tomoe 然後 還有 Tairo Toko Tui Neskin Lair 還有Paleo 那麼題目問說 只要在給出哪個條件 就可以確定其角色身份 符合這第一個特徵的人 有10位角色 那麼 我們接下來看選項 只要這個選項 把 符合特徵的人物 三到剩下一位的話 那就是確定其角色身份 就可以選 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選項 綠色頭髮 我們把這10個人物一一比對 符合綠色頭髮 把這個特徵的人物只有Dairo 所以可以確定他的角色身份 所以可以選 第二個是高中二年級生 我們比對之後 Tairo Tomoe 衣服 然後Meskin 和Lair這五個人 都符合這個特徵 所以沒有辦法確定他的角色身份 再來第三個 唐貝斯 一一比對之後 只有Lair符合唐貝斯 還有身高大於160這個條件 所以可以選 再來第四個 雙魚座 一一比對之後 卡羅路還有沙尤都是雙魚座 所以不能選 在 再來 第五個 尤妹妹 尤妹妹的話 已經確定尤妹妹的總共有Tomoe 還有沙尤這兩位 像 摩波尼凱還有拉斯 有一些人物不確定 但這個不重要 因為 已經 已經不能確定他的角色身份了 所以第五個選項是不能選的 那麼答案就是第一個選項 和第三個選項 這一題作答總數99 答對次數只有4次 OK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十題 第二十題是多選最後一題 同時也是多選題的 題王 那 各位就可以想像說 這一題到底有多困難了 那這一題 一開始先給你五個 五個名言 第一句話是 你們有為了 Rocidia賭上一切的覺悟嗎 第二句話是 啾啾這次輪到你改變世界了 全軍的World 第三句話是 若是現在在這裡的我們 全都是自己選擇的 那我們最近經歷的所有事情 也全都是正確答案吧 第四句話是 和大家相互真是太好了 如果能五個人一起看見閃耀景色 就太令人開心了 第五句話是 是啊 往前進了 朝著位於光芒之中 屬於Rocidia的未來邁進 那題目說 以上五句皆出自於 劇情內令人深刻的角色言論 試問有關上文五句的名言 何者正確 我們看了一下選項 你就發現不可以急著作答 必須要先把上面五句的名言 全部先分析完 分別出自於哪些角色 出自於哪些活動劇情 分析完之後 你才可以進到下面的選項去作答 接著就要來分析這五句名言 第一句話比較為恩所知 就是 這是出自於Yukina口中 當時Rocidia剛成立 演奏完畢之後進入了家庭館廳 這是出自於Rocidia樂團一章第十回 然後Yukina告訴Rocidia其他成員他的目標之後 然後就出了這一句話 第二句話是出自於Rocidia樂團故事二章 第十一回 然後出自於Lair的口中 當時ChuChu遭受童年心理陰影創傷 而製作不出新曲 Rocidia的團員代為作曲之後 說出了大家的真心話 說了很多鼓舞ChuChu的話 其中第一句話就是Lair鼓勵ChuChu的話 那再來第三句話 第三句話是出自於 隱瞞Lisa的口中 劇情的部分則是出自於活動劇情 Noboros歌唱的巔峰 在實現夢想登上Face5台前 Rocidia在準備事中五人互表真心 Yukina提到了Lisa並向她道謝 直說 說起來這一切都是自我中心開始的 而Lisa則對Yukina說 正因為五人都有彼此的主腦 才能讓後來的目標變得越來越明確 接著才說出了這一番話 OK再來是第四句話 看大家相遇真是太好了 如果能五個人一起看見閃耀的景色 就太令人開心了 這句話出自於 波拉塔瑪西羅的演講稿 在後面的劇情 波拉塔瑪西羅有把這一段話念出來 那麼 這一段內容是出自於 Mophonica樂團故事二章的劇情 然後 接著是第五句話 是啊 往前進吧 朝著位於光芒之中 屬於Lisa的未來邁進 這句話一樣是出自於Yukina 然後 劇情內容是在 Roceria樂團劇情三章的第十五話 在劇情的尾聲 琴海的上司邀請Roceria 洽談商業的簽約事宜 Ako和Linco面對突如其來的事態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但是Sayo和Lisa早已心照不宣 他們等待Yukina的回答 Yukina便說出了這一番話 從這一段劇情之後 Roceria正式進入商業世界 而琴海小姐也成為Roceria日後重要的夥伴 OK那 角色的言論都分析完之後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選項 第一個選項 有三句名言出自於Roceria的成員 那這一個選項是對的 分別來自於第一句、第三句還有第五句的名言 第二個是 有兩句名言出自於同一角色 那這個選項也是對的 分別為第一句還有第五句的名言 都是Yukina講的 再來第三個選項 所有名言都出自於樂團故事 這個選項是錯的 因為第三句的名言是出自於 Noboros歌唱的巔峰 而不是樂團故事 第四個選項 沒有一句名言出自於Maskin 這個選項是對的 說出這五句話的角色 分別為Yukina Imae Lisa 然後Kurata Mashiro 然後還有Lair 這四位 所以沒有Maskin 再來第五個選項 五句名言一共出自於四位角色 這個選項是對的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所以答案就是 第一個選項、第二個選項、第四個選項 還有第五個選項 那這一題 過打總數是99 然後答對的總數只有一個 答對率 只有1% OK OK 那 所有題目都講解完了 那如果看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按讚分享 那我們這一支影片 分軍第四屆測驗的檢討 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各位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